西西一个人进来 西一个人进来 西一个人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姐姐 姐姐 找我干嘛呀 就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来了这个小屋嘛 那你有心动了吗 有吧 但是很 但是我很纠结 你纠结什么 就是有两个人吧 一个人可能就是 他的性格可能就是比较那种内敛的 然后他是有一直在默默做一些事情 说滴滴 而且他会记住很多我无意间说的话就很细心 就是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饭的男生 妈 我每天早上可以做早餐呀 对 他每天早上都做早餐 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因为来不及吃了 然后还特地买了两个不一样的便当盒 每天就是直接就碰到便当盒里了 他就说你来不及吃你就带走 哇 贴心啊 然后他而且他每天早上还会写那个小卡片 然后他买了那个自行车 然后那个颜色还是我的细色绿色 我的天 女生真心吃这套的 而且我觉得他有时候见到我好像还很紧张 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见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都是会很紧张 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另一个人就是他很幽默风趣吧 就是相处起来的时候总是我觉得他可以给我带来很多欢乐 然后让我觉得很自在的一个人 对 就是有这样两个人 他对醋醋的形容这么少 自在已经是最高标准了 然后就觉得就是挺纠结的吧 因为你也知道我就是平时生活中也没有什么机会 就是接触一些男生嘛 就算有接触那些男生也是会跟我相处很尴尬很不自然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 所以我的理想型会觉得希望是一个跟我相处起来很自在很放松的人 错错 摆回来了 嗯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和这个让你很自在很放松的那个人 就是你对他的心里内心的真正感觉是什么 相处起来不需要我考虑很多 然后就是很开心 忍不住 那除了开心以外呢 还有别的吗 嗯 他也有细心的地方 但是可能相比那个人他就是 就没有做那么多 你不可能因为一个会讲话的人 你就会觉得你自己能和他一块走下去 因为他们的幽默 这样子的恋爱 我觉得有一点太表面了 他姐姐觉得凑凑的太表面了 如果要是有一天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个人都有心思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也有个想说话的时候 通过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两个要求的消息 跟你默默不输的那个人 因为有这样一个人 一直默默为你坚持 所以你的心是满的 嗯 比如说 现在为你不思的这个人 他突然不在了 哦 纯重的话题 因为我对你的那个了解 你应该对他的了解 不是可能不过对吗 因为他没有站在最前面看那一步 嗯 其实你可以不从去看一下他 去理解一下 去了解一下 嗯 比如说我还是希望你 就是两个人都看 而不是只看当中的一个人 当你了解后 我可能更心动的是哪一个 然后你再说我决定 嗯 就是 当你把自己心里的这些疑问 全部都解决掉的时候 那个选择已经成下了 一定要好好的讲一下 嗯 那就不说了我要走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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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一犹豫 就说明是姐姐跟她想的不一回事 他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个答案 那她刚刚哭什么呢 为什么那个对我这么好的人不是措措呢 我觉得她会有这种想法 我喜欢你但是你却没有那个人努力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对于西西来说 两个男生可能都不是那种可以义无反顾的 她特别愿意相信她姐姐的判断呢 如果外人能动摇你 那就说明你这个想法一点都不坚定 本身就有问好 但她在这个恋爱这个时候她没有经验 她没有判断 她只有去询问自己相值得信赖的人 但别人对她的可能给她的答案是又不是她想要的 所以她会纠结 她会难受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西西是一个金牛座的一个女生 金牛座其实的骨子是很传统的 她的家庭一定是对她影响最大的 所以姐姐对她说的这些话 一定是让她动摇了 可是金牛座这种很倔的人 最后保不齐还是要跟随自己的感觉的 对 但我觉得她这个年龄的女孩 其实就随着自己的心去走就好 就让你心动的是谁 对吧 其实你不要想那么多 她现在想太多了 她现在想太多了 她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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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